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了 知道就好了 要改啊 有时候做人就是这样的 明白了吗 嗯 你说怎么那么多的毛病 你要知道一个人改一点毛病多难啊 你知道吗 你知道自己错误改不了 你知道自己错误改不了的话 最后就是等于很多人说 我想上天最后就到不了上面 最后下去了 那么很多人抓进去的人 在监狱的人说 我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 就是因为我改不了 所以我才做了 那抓进去了 对不对啊 嗯 这种东西 有些事情要下地狱的 不能做 不能碰啊 我们努力薄冰啊 一点杂念都不能有啊 因为有杂念的话会害死你自己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是啊 嗯 所以到的时候 随到的长层修了这么多年 度人也没有度几个 嗯 功德也没有做多少 嗯 功德没做多少是不应该的 度人没度几个 那是有缘分的 应该先把自己精进 努力精进之后 然后你才能渡人 如果你自己都不能精进 你怎么渡人呢 对不对呀 嗯 我说很想做做工作 别的师父 别的扑上 先听东西 我必须 好好努力呀 不容易呀 这个世界很多事情不容易 嗯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在 新年新年破法会的时候 之前就是家里受到阻碍了 也是家庭的业重 家里有听友跟我们打乱 就是我们出庭 我不知道 我们知道就是从上对我们的考验 真的就是现实考验 我们就是通过 三大法保 好好地化解这份冤诀 他们之前的时候就阻碍我们说 把我们教的书籍也给带走 不管家里发生什么情况 都是业障 好好念经 要如理如法 平时呢 要表法 表法是什么呢 不管什么事情呢 就是要让自己 让人家感觉到 你像个菩萨 你像个正的正的正人 君子 那么人家就会相信你了 否则人家会不会怎么怎么样 对你怎么样的 因为世界上很多事情 如果你自己不好好的像菩萨一样 靠后来那时候 等我们坐好飞机 到了街坊的那一刻 我们现在落了街 真的就是他的保佑了 嗯 对啊 现在明白了就好了 对啊 不靠菩萨靠谁啊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靠菩萨保佑的 对不对啊 对啊 退转很容易的 很快 不好好修的话 一会儿就退转了 对不对啊 嗯 好了 对了师傅我想问一下 嗯 师傅我想问一下 就是嗯 嗯 我想 现在我又空白了 不知道问什么呢 想想一点 我就等问你 嗯 想想一点 喂 听得见吗 听得见 嗯 师傅我想问一下 就是嗯 我的这份工作 还要不要坚持啊 什么叫工作 不要坚持啊 这份工作 还要不要再做下去 还是热化厚厚厚的工作呀 这个要看图腾的 对 听得懂吗 一般的 不要去影响 正常的生活 修心学佛 不是让你们去 影响正常的生活 听得懂吗 明白了吗 就是我 听懂了师傅 我想问一下 我就跟我家 那个大孩子 我家老大 我就原则那么重 怎么就是 这个孩子搞不好关系 到现在 也是搞不好关系 念姐姐做完 好好念吧 OK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都是 都是靠缘分的 缘分没到 那就不行 缘分到了 它就好了 明白了吗 嗯 孩子也是都是有佛缘的 嗯 有佛缘的话 为什么你也有佛缘 为什么跟他沟通不好啊 那不就是缘分吗 对不对啊 对 那不就是恶缘吗 听得懂吗 嗯 对了 我想问一下 就是 你就是说 我今年是36岁 就是本命年 也是369 我就是 我的这个节 是大约比到几月 才要 注意一下 要看图腾的 要看图腾的 一般的来讲 这个369的前三个月 和后三个月 生日 生日的前三月 后三月 我记得就是在半年时间 对 半年时间特别当心 过了就没了 就是会提前脱来吗 会的 只会提前 不会脱后的 听懂吗 听懂了 就是我就 我就想 我这么年轻 怎么就是 每天都是精神 精神提供起来 就是 每天都非常的累 就是睡醒觉起来 也是很累 很简单啊 为什么 很简单啊 身体上说干不好 听得懂吗 身体上是干不好 但是呢 如果从 从那个那个 灵界方面来讲 这可能就是 你自己 老有 魂魄不齐的感觉 才会这样 明白了吧 一旦实在 就是 精力不及 不是精神 就是听不出来 就是 干什么事情 就很累 对啊 我得吃什么药嘛 我看你 不要随便乱吃药 吃药三分毒 听得懂吗 你多吃药的话 乱吃药的话 你会出事的 这些很多东西 都是精神层面方面的东西 心理压力是吧 精神层面的东西 明白了吗 好吧 也可能 好好的念经 念心经 像这种事情 要念心经就可以了 好了 是不是我的功课 还要加强吗 好好念经 就是这么念下去 有的人一辈子念 一句经 都要上天 明白了吗 要纯洁 要干净 好了 您带来 师父 让我好好改博病 好 再见 我们叫佛谈没问题吧 没问题 嗯 咱俩师父 好了好了 再见啊 再见 咱俩师父 师父你保住身体 咱俩师父 咱俩师父 喂 您好 喂 师父 您好 喂 您好 师父 请讲 我想帮大家问几个问题 您稍等一下 我就是马路上有点吵 然后那个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 有点长 就是说 有一个同修呢 看到开示 说如果许愿清修 可以许愿念五百遍礼佛 消除感情上的业障 这位同修呢 因为老公他没有修 所以他也没敢许愿清修 但是呢 他很少跟他老公有夫妻之事 所以呢 他也许愿念五百遍的这个礼佛 消除这个感情上的业障 因为他曾经梦到过这个老公呢 钱是因为其他女人抛弃过他 想弄死他 所以现实中呢 他念了一百遍礼佛后呢 呃 就是别人呢 就梦到他 因为他老公就是抽轨 他上吊了 穿着以前青色到膝盖的长衫 但是他最后被救醒了 所以呢这个同修呢 他有他有几个问题 就是第一呢 就是同修想问 这个梦是不是预示 有第三者 呃 同修要自杀 呃 还是说只是前世的业障 在梦里体现 呃 前世的梦在梦里体现 也就是说只要这个时候他有这种自杀的倾向 他这辈子这个时候也会要想到死的 嗯 嗯 把你的鼻子 把你的鼻子离开 话筒一点 啊 啊 对不起师父 啊 讲吧 啊 啊 就是说 这只是一个前世的一个体现 但是呢 因为他念礼佛 有 因为有这个业障的爆发 所以呢 他还是会 呃 有这个前世梦反映出来 对吧 对 嗯 明白了 然后那个第二个问题是 自从他许悦念 五百遍礼佛之后呢 因为他每天念五遍 所以就梦到好几次有男的灵性要和他好 而且他也很久没有梦到老公外面有人了 对呢 现在别人又梦到他这个自杀这个事情 那因为其他同修也有反应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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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菩萨唱回感情上的业障之后呢 三天两头的总是梦见灵性或者是现实生活中的人 要跟他们发生 呃 这种这种关系 那是不是和每天念这个五遍礼佛有关系 不停的在解解解到他们自己的冤结和上辈子的冤结 那么很多事情在现实当中得不到 他会就在会会在梦中给你印掉 啊 所以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只是你在梦中不能再跟他们做那些事情了 如果再做的话就是延续旧情会造更多的新业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 谢谢师父 而第三个问题哈 还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怎么样念礼佛 既能消除业障 又能不爆发的这么厉害 怎么祈求 怎么样念礼佛 实际上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 一天不要超过七遍 嗯 它不会爆发的 它只是把现实的 快要爆发的一些 业障慢慢慢慢再把你消掉就可以了 嗯 明白了 那就是还像往常一样 就是说在念礼佛之前就是请菩萨帮助帮忙消除业障 就这么说也行是吧 对 就是这样 OK 好的 谢谢师父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请问师父为什么有的人念礼佛就经常会哭 而且念完之后呢反应特别大 激活也很厉害 而有的人就反应很慢 这是不是和自己的业障有什么关系 那当然有关系了 一个是感悟了呀 修行修的好的人一念礼佛会哭他有感悟呀 他觉得自己的确是忏悔了 过去的做错很多事情他忏悔了 对不对呀 还有的人呢 念上很重 刚刚在开始挖掘他的本性来理解他过去做错的事情 他不可能马上就哭了 他是有个过程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师父 然后另外一个同修哈 就是他梦到盆里的花又高又大很茁壮 想换大一点的花盆 发现里面只有水没有土代表什么意思 是哪方面做的不到位吗 水土不服的话实际上就是很多事情因缘还不成熟呀 嗯 哦 那就是说他可能有些地方没有做到位对吧 因缘不成熟 并不是代表完全是他的问题 还有因缘还有果报 他就是时间的 天地人和嘛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然后 呃 什么师父 如果想清理佛台 换大杯水 换花换水的时候 可以穿短裤 或者睡的那种后裙嘛 还是必须一定要穿长裙 才能清理佛台 反正要穿了如理如法 不能露胳膊露腿的 这个对菩萨是不尊敬的 如果你说很热的天 你可以穿 但是不能穿内裤 一定要身外面有的 听得懂吗 要尊敬菩萨 嗯 好的师父 谢谢师父 嗯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梦到参加去参加法会做义工 被分到膳食组 然后这个童兄呢 走进工作间 看到环境很干净 但是有很大的猪腿肉 到处都是 就是请问师父 这什么意思 这个猪用的厨房不干净呀 过去曾经有过婚食 他也会有这种呈现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然后那个 从周梦到参加法会做义工 义工给他一盒饭吃 里头有肉 当时他想不可以浪费粮食 呃 便吃了 现实中呢 发素食给别人 晚上呢 他在观音堂吃的晚餐 是不是这个也不应该呀 如果吃到那个 义工给他发的饭里面有肉的话 也是不应该吃 那当然了 有肉的坚决不能吃 不管谁给你发的 发的有肉的话 那就是义工主再出羊相了 就是做坏事 明白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同修呢 他梦到一个男人 好像是和尚 对同修说 同修会学佛五年罢了 最多到七年 那现实中呢 同修已经学佛三年多了 拜师许愿吃全素三年了 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五年有一个大的官嘛 一个节可能会退转了 或者有可能不好好修了 他就会碰到节难了 哦 失败了 那就是让他就是注意点 注意一下自己这个节 一定要精进对吧 对 好的师傅 然后师傅还有一个同修 他梦到有一只猫 有一只白猫 浑身就是自然起火 然后这个猫脚底下呢 都是油 然后因为这个油呢 碰到火以后 这个猫就浑身爆炸 然后就就可能就死掉了 反正就没了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猫就是一种阻碍呀 这个阻碍已经被你们扫除了呀 前进当中的阻碍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师傅 然后还有一个同修呢 他梦见自己念的小房子 每一张中间加着一张硬纸板和一张白纸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做梦啊 对做梦 梦见什么 他是梦见自己念的小房子 每一张小房子中间呢 都加着一张硬纸板 硬板纸和一张白纸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点小房子呀 就是叫他好好点小房子呀 哦 哦 这是说他念那个 是说他填小房子的时候 没有好好填是吗 不一定的 反正要叫他念小房子 没好好念 哦 明白了 谢谢师傅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放生的 呃 这个同修呢 他放生的草鱼很容易死 放下去的时候呢 已经死了三条了 后来他马上取缘念往生咒 呃 他准备第二天去放生多一点的黑鱼 当天晚上呢 就梦见一个粪坑里有很多鱼 都是活着的大鱼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反正鱼如果在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在粪坑里才看见的鱼呢 也就是说你现在目前正要受益的某一件事情 是被很多事情搅和了不能成功 嗯 明白了吗 嗯 嗯 明白了师傅 嗯 谢谢师傅开始 师傅我现在马路上太吵了 好 不好意思 谢谢你开始 谢谢师傅您辛苦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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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喂 你打通电话了 喂 我倒计时开始了啊 五 四 三 二 一 不听是吧 不听就白白了啊 嗯 没办法 好了 哎 没办法 现在知道什么叫缘分了吗 打通了不接电话就叫没缘分 听得懂吗 随便拨拨塌一下子进来了就叫有缘分 嘿嘿嘿 嘿 碰到事情要想得通就叫缘分 碰到事情想不通 那也叫缘分 啊 啊 那么想不通就变成恶缘 想得通就变成善缘 那么善缘恶缘呢 都是缘 看你怎么来善待 啊 有的那么恶待 有的那么善待 啊 对不对啊 没办法 哎 我这关掉 他这不关 要等一会了要 哎 喂 你看他没关了 你看 喂 没办法了 我这里一关就要等十几秒钟了 好 那么我们就简短的开示几句 啊 啊 遗想这个观众啊 我们人实际上要拥有现在 忘记过去展望未来 我们人要懂得修心就是脱离地狱的苦 啊 就是要能够享受净土的乐 我们修心啊 我们修心啊 就是能够让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纯洁 越 心 心里变得越来越沉 啊 所以呢 啊 不管做什么事情 那 人要 啊 懂得 怎么样来放下自己 啊 最重要 真正的学博人 啊 他们是不会 啊 舍得放弃 他们得到精神上的那种 愉悦和快乐 而人间得到那些物质上的快乐 啊 你一定抓不住的 而且你抓住了也不能抓到很长 你当你失去了人间的物欲上的东西 你很快就会失去精神上的满足 所以要想真正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跳进来了 哎呀 十几秒 喂 你好 哎呦 这个人真倒霉 竟然又断掉了 哎呦 可惜啊 又得重新来 嗯 所以这个电话线很重要 你们有时候 这个这个注意更好一点的电话线 有时候打打就好了 有的电话公司很烂 嗯 没办法 那个 这个缘分 它是一个很奇怪的 因为很多人曾经问过啊 台长说缘分这个东西是不是无常的 那么讲都不要讲第一缘分肯定是无常的 啊缘分是无常的一种产物 啊 这个任何的缘分它不会长久 是缘 它就会有缘聚 缘帅啊 就是帅 啊 啊 聚散 啊 我们说成住坏空 就是缘 啊 任何一个世界上的生物 一个事物 它都是缘聚 缘散 有聚就有散 有物质就会有灭亡的一天 只有精神 它是不会灭亡的 精神 它是永存的 啊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要修 心 学佛 它是保持精神上的一种愉悦 喂 喂 嗨师傅 嗯 你好 你好师傅 那个刚才算气了 我想再问一下就是 呃 如果亡人根基差 师傅说很难超上去 也没有给出小房子的数量 那么我们大量给他烧动小房子的话 他亡人还有 对他还有效果吗 你说呢 我问你一句话 你说呢 我觉得效果还是有一些吧 什么叫有一些啊 肯定有了 否则怎么叫超度啊 只要他还在地府 你给他烧小房子 当然他得到超度了 对不对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 他只要还在那种荒山野岭里边 对不对啊 你给他寄食物去 给他寄物品去 他能收到不了 当然能收到了 嗯 有一次 我给师傅打电话 看个亡人 亡人在阿修罗道中间飘 我师傅说很难超上去 我问需要多少张 那不一样 那不一样 叫阿修罗道 已经在阿修罗道这个地方了 说明这个人的功德也就这点了 听得懂吗 那如果在 我之前给他许愿烧送500张 他往生以后 剩下的继续拆解 继续给他烧送是吧 这个小房子 他收到以后还能有什么效果 有效果的呀 很难并不是说上不去呀 我不是过去跟有一个人讲吗 我说他妈妈很难升上去了 结果他就不停的 他没 他 我说很难 他就说他继续烧 烧啊烧啊 有一次就一看就上去了嘛 在天界了嘛 我说出他妈妈所有的特征嘛 对不对 谢谢师傅 我们知道相由心神 学佛后可以改变相貌 那么学佛后一个人的声音 师傅也可以改变 当然可以改变 我问你 没有学佛的时候 这个人的声音经常骂人的声音 学佛之后这个人不骂人的 你说声音会不会改变呢 我就问你一句话 骂人的声音和讲话的声音一样不啦 是是 如果把大卫咒作画拿到法会 请师傅开光 那回来后是直接挂在墙上 还是装上相框挂在墙上 哪种更好 都可以 这个都可以 都可以 谢谢师傅 就是黄色山水画上面可否再贴一辆黄色山水画 黄色山水画上面再贴一张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只要不要让你看到后面有一张就可以了 我现在问到 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之前贴那个山水画可能是有点低 我再请一个大一点的菩萨像的话 菩萨像的 波安顺菩萨的头部不能在那个光圈上 这样的话 这个我想再贴一张往上一点 这样的行吗 可以可以 没什么问题 拿不下来 后面那张拿不下来 再贴一张没关系 稍微再错一看往上一点 可以是吧 没问题 那家里的蓝色山水画 是不是有数量上的限制呢 说比如家里不可以贴超过十张 太多么也不好 应该没从从这个玄学上来讲 没有太大的问题 贴一张和十张的话 应该都差不多 贴的太多么就是跑到你们家怪怪的 对不对 你看到处都是山水画 左一张又一张 因为我们家后面正好是对着一个垃圾处理 上次师傅说得多贴一点 我每面窗户都贴了三张 那没问题 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贴的多是什么 贴的多是让对方引起注意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人家贴广告 在马路上三张一贴 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人家就会去看 你贴一张人家不一定看的 对不对 是 我想问一下 就是每天早上上导乡的时候 我每天都是报一下自己的 每天念多少功课 这样念这样报和 不用跟普通说直接念功课 有什么不一样 那当然好了 跟菩萨多讲讲总是好的 对不对 你尊师重道嘛 经常跟师父汇报了 跟老师讲了 老师我怎么怎么 老师喜欢 嗯这孩子乖 当然老多汇报多好了 不汇报不好啊 这还不懂啊 是是是 谢谢师傅 嗯 有位同修发心 说要给我接约一个 一只词相 我觉得这样的不好 我想把钱给他 但是对方要是不收的 我怎么做比较好 人家 这也是做功德 给你一个词相不是挺好的吗 发起充满 是是是 他已经做功德 但我不想免费收 我想把钱给他 但是他不收 你不收的话 你送送个礼物给他 不就一样了 啊 嗯 好吗 是是是 送给他 嗯 好 嗯 如果想拜师 周围没有同性同修 可否让异性同修 写推荐信 可以 这没问题的 写推荐信什么都没问题 实际上同性同修 这个异性同修 都可以接触 只是防止你们 啊 有什么问题 明白了吗 嗯 是是是 嗯 最后一个问题 师父 上期节目师父说我功德有漏 让我和异性同修接触 是灵魂要干净 我和就白熊了 呃 我想问一下 以我现在这种状况 我还可以申请拜师 可以啊 做过错 做过错 哪个人在人间不做过错事啊 改了就好了 你现在改了就好了 如果你现在还在做错事情 你就不要拜师 如果你现在已经改了 那你为什么不可以拜师啊 啊 你不要这么没出息好吧 你早就应该得到一点加持了 这么对自己没信心啊 你还救人啊 你还做菩萨啊 是上次师父说了 我有两次 确实是像师父说的 我有两次确实萌生一点退转的意思 嗯 对啊 没出息啊 同一件事情发生了两次 对我的造成的压力 因为心理压力比较大 所以 那你就 如果你觉得你还会在 如果还会在退转的话 你现在就不要拜 嗯 不会不会 经过这两次 我觉得 应该可以更成熟一些 坚强一点 明白了吗 坚强一点 明白了 做人不可以这样的 做人对别人要坚信 对不对啊 你 你看人家 你只要看一个人 能不能相信他 你看他对人家怎么样 你就知道了 嗯 对不对啊 是是是 一千万人都不是傻瓜 对不对啊 是是是 全部 全部都是脑子坏掉的 就你脑子最聪明 是不是啊 没有 好了 嗯 好 谢谢师傅 师傅稍等 哎 师傅你好 你好 哎 师傅 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 我母亲去世以后 往生以后 如果是 就是我们当时 就是许愿念的小房子 没有念完的话 可以继续给他 呃 那个念下去 是吧 可以念的 嗯 哦 嗯 他会上去的 我想问 因为你念了之后 他不管怎么样 他会上去的 明白了吗 哦 我想问一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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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问一下 就是 当时就是说 上学的时候 我那个身份证 当时是用的是 就是我妹妹的 然后现在的话 就整个 我们俩的身份证 就是说呃 年月日都会是一样的 只是后面 尾数不一样 这种的话 会影响我整个就是 后半生的运程吗 有一点的 有一点的 因为你完全用人家的 就会有一点 那如果改回来可以吗 还需要念经文吗 如果对你没有什么特别大影响 就可以 你可以完全可以改的 哦 改改回原来自己的是吧 对 有什么不可以啊 哦 不要影响到你 不要因为你过去的 这个 改名会对你造成现在的伤害就可以 哦 听得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过去的就过去了 算了 不要再跑这去了 哎呀我改名了 我错了再叫人家翻老账啊 把你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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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把你的什么学历啊 重新来呀 那就麻烦了 听得懂吗 哦对啊 因为他 就不要去改了 你就是自己改灵动性就好了嘛 没关系的呀 你只要名字改一改 重新是你的名字灵动性 明白了吗 啊 名字没有变 只是说那个身份证号 嗯 好的 那感恩师父啊 嗯 谢谢您 嗯 好了 再见 好年轻啊啊 不靠菩萨保佑都会有问题的 明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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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博太正对面的墙上可以贴是 蓝色30 可以 嗯 这可以是吧 可以的 嗯 嗯 啊那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让弟子打通电话 嗯 给这位老人看 有一个大树 有本难念的经呢 她说她是从很高的地方跌下来的 她非常能够看到头上 跌下来 跌下来不行啊 很高的地方跌下来也就说明你已经离开了这个很高的地方了 听不懂啊 嗯 嗯 她长得好看不啦 好明白 如果长得好看的话呢 跌下来的时候呢 是从头先着地的 如果长得很难看的话呢 是脸先着地的 嗯 长得一般 也就是 中年 我讲幽默话你听不懂啊 啊 听不懂 听不懂啊 脸朝下跌下来 你说不就砸的脸 这很难看啦 齐哩哗啦的 嗯 笨的 幽默都不懂啊 好吧 嗯 对不起师傅 嗯 对不起师傅 对不起师傅 还有一位佛友啊 因为她有语言上的障碍 她就是可能直接打电话给师傅交流有点困难 嗯 她修了这个心理档的大概有半年了 她想 呃 就是请我转达她一个问题 请师傅给她一些开示 呃 她说她小的时候呢 她的爷爷养了很多狗 然后呢 总是命令她去喂狗 照顾狗 她就挺烦的 有一天她就控制不住 踢了那个狗 狗那个母狗 起下 那时候她说她还小 她也不知道那个母狗呢 已经有有宝宝了 过了几天母狗就生产了 其实小狗都呃 都死了 她也记不清楚大概有多少只了 她说这件事情 压在她心里已经很久了 从来也没有跟人说过 那现在她已经学佛了 她想请师傅开示一下 那怎样做才能把心里这块大石头给拿走 往生咒呀 超度呀 现在可能要小房子了呀 嗯 你踢狗嘛 你不喜欢那踢狗也不会有大业的呀 你去踢母狗干嘛啦 你弄个公狗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她可能那时候很小吧 也不太等 哈哈哈哈哈哈 不可以的呀 哈哈哈哈 对 她现在非常后悔 有一次说她就流泪了 她说现在她心里特别难过 赶快赶快念小房子 时间越长越不好 又还不清啊 嗯 听到什么了 师傅像她这种情况 一般情况下 她应该怎么 呃 面与多少小房子 多少多 一般的情况 一般的情况 比方说有多少只啊 她大概算一算五六只的话 每一只至少二十一张小房子啊 啊 每一只至少二十一张小房子啊 啊 你开玩笑了 你把人家弄了流产了 是 你对不对啊 是的 嗯 这个一样跟人一样啊 人被人被别人弄了流产了 那也是很惨的一件事情啊 对不对啊 是的 嗯 她说她的儿子现在就是 大儿子就是有疾病症了 看见了吗 绝对百分之一百有关系 嗯 她到现在还有 还有那种忧郁啊 还有这种芥蒂啊 说明她根本没还清啊 嗯 你知道人家当时的母狗多痛苦啊 是的 她讲不出来啊 她如果能够唱 她保证要唱了 痛哭泥寂寞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太愚昧了 好好地修啊 你们这些孩子都不懂事情啊 我告诉你 从小造一个业 可能有时候会背一辈子的 所以你别说现在大人 根本不能造业 小时候造的业你都要算 何况你现在造新业呢 所以如果现在还在造新业的人 这个人简单就是没脑子的 听得懂了吗 嗯 懂了 我们就不敢 嗯 不敢不敢就对了 就像很多人说我们不敢犯法 你就不会进监狱了 听不懂啊 明白了 你敢了 敢了吗你就进去了 明白了吗 师傅那她跟她是会发生这些事情 甚至也是有因果的 她以前是师傅也有跟这个狗有因果的 应该有 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必须要有理智啊 你可以不理狗啊 对不对啊 你不喜欢她你可以不理她 你也不能去动武去踢她呀 嗯 对不对啊 嗯 嗯 呵呵呵呵 那有的时候如果这个小动物 如果不乖的话 你说哈呼两声也是不好的是吧 呵呼两声有什么关系了 那跟那跟你打完全不一样 你在幼儿园里小孩子不听话 老师呵护你几句 你有什么问题了 你打那么就不行了呀 你不能打的 你踢她的话 你说你你突然说老师不要受惩罚的 不可以的 嗯 好感谢师傅 嗯 师傅还有一位佛友家 他种的这个八七木儿 就是铁树最近开花了 他听说这个铁树开花不太好 不知道是不是你一定 请师傅开示一下吧 铁树开花不容易 一般铁树是不开花的 能够开花的话 就是会有有某些事情发生 所以呢 过去人家盼了铁树开花 说会有发生些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也可以是好事 也可以是坏事 听得懂吗 你如果家里都是 你们如果家里都是善因缘的话 你可能铁树开花就是善果 你家里都是恶气重重 每个人都恶言相加 对不对啊 那你可能就是这个开花开出来 就是恶果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个就很辨证的是吧 对啊 都是这样 对啊 我回答都是辨证的 因为这个这个就是人家说的 就是缘分的 就是这个因果关系啊 师傅回答的都在因果里面的呀 明白了吗 是的 嗯 嗯 师傅都用智慧在给你们回答的 嗯 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我们给师傅打电话就特别紧张 我们智慧不够嘛 智慧不够就要学呀 就像你就像你下象棋一样的 你找个很会下象棋的人 你当然会有点紧张了 但是你下完了之后你学很多本事啊 是的 如果你永远找那些你下得过他的人 你跟他下象棋 你一辈子就这样 你一辈子下下象棋就不会有有有进步啊 听得懂吗 嗯 是的 嗯 嗯 下一个问题就是在观音堂做义工的师兄 早上提起小小房子的盘子 有时发现有个别小房子 那没有烧完还留着一点黄纸 请问师傅我们应该帮他烧完还是就这样处理掉就 就像你 如果一点点小房如果没有圆圈在里面的话 就就就没关系 就不要去动他了 哦 如果有圆圈的话呢 算了过分过去那么也就算了 哦 那就不要再搞了 因为再搞的话是人家的这个这个到时候 我就怕他的身上这个你刚刚烧过 他可能还不够呢 你一烧他觉得你来了 你又来开始来给我了 他就过来了 过来之后你又就这么一个脚 哈哈哈哈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 你一个脚的话你不就惨了 嗯 你说感恩哈 因为感恩的话 菩萨来不来是自由的 嗯 你感恩所有的菩萨来 哪位菩萨哪位菩萨 人家不来 哪位菩萨不来的话 那也没关系 你要是公寝的话他不来 那菩萨就好像有点像施礼一样了 你听得懂吗 嗯 嗯 这个主要懂懂道理的讲话 嗯 那我们下次就打印这个感恩生存体 就把就把它改一改吧 就把公寝感恩 要感恩呀 就是要感恩的 明白了吗 好的 啊 感恩是什么了 感恩就是知音懂果呀 用心去体会你的你的某一件事情 那就是恩的 你看这个恩啊 你看是不是上面是个因果的因了 是的 下面不是个心吗 你这个心去理解那个因 你不就是感恩了吗 嗯 就每件事情 人家为你好 你知道这个因果了 你知道这个 人家为你 这个慈悲你的这种因了 你这个心去体验到他这个因了 你就不是就感动就开始了吗 就感了吗 嗯 太好了 那个恩就不就来了吗 嗯 嗯 呵呵呵 中国的字 中国的字很有讲究的 是的 是的 好了 现在很多的简体字就把这个 不像以前的一些反体字 就把很多的密集都掉了 嗯 掉了就掉了 无所谓了 没关系 嗯 明白吗 师父 嗯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佛台上的油灯如果点着 有时候呢 那灯芯他烧烧了时间长就变短了 然后油灯的火苗就小了 那有的佛友他就直接用镊子就直接伸到那个火苗里去挑灯芯 这样就呃不知道是否如法 是不是还是应该跟佛像的合掌告诉佛像这件事 然后把油灯灭了再去挑灯芯比较好呢 两种后面两种方法都可以 第一嘛 最好 在烧香之前先先调好再点 这是最如理如法的了 如果在烧子当中你去当然不好了 如果你跟菩萨讲一讲挑了嘛 那是一般 好了 嗯 听不懂啊 嗯 明白明白 就是在上香之前直接就是把它弄好了 对啊 把镊子把它挑出来一点 那是最好的了 嗯 就有时候因为观中堂就时间很长 一烧一天呢 它有时候就会变得很短 嗯 那就是要跟菩萨讲了 听得懂吗 非常小心翼翼的 跟菩萨讲对不起对不起 明白了吗 嗯 那要把油灭了再拉嘛 还是就直接就去挑就可以了 当然讲了之后再往上拉拔一点 没关系的 好的 不一定要灭油灯再拉 嗯 明白 嗯 师傅讲再讲 呃 请问师傅这个圣 得圣洁石是什么样的原因 在医学上和在佛学上是什么样的原因 什么我没听懂啊 听不清楚啊 嗯 对不起师傅 就是说呃 请问师傅有人得圣洁石 啊圣洁石 在医学上和在佛学上是什么样的原因 啊 圣洁石从医学上来讲 就是像一个一个这个这个比方烧水的那个湖啊 嗯 你不是边上有水秀吗 对 有没有啊 嗯 所以那个圣洁石就等于水秀越来越多 明白吗 嗯 嗯 明白了吗 嗯 然后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即时 结石 啊 是怎么存在的 这个很有讲究的 啊 肾脏它很怪 明白吗 嗯 喂 喂喂 我在听师傅 我在听师傅说 嗯 嗯 听得懂吗 就是说他长期的吃的太咸了啊 啊 吃的太太太那个脂肪胆固成太高了啊 啊 比方说啊 他是一种 展存在你的肾脏上的东西 比方说你钙了 一种草酸了 一种尿酸了 啊 有些有机的啊 这个机体了 物质了 啊 粘连在那你你的肾脏上 让你的小便的倒倒尿管啊 越来越窄 越来越细 明白了吗 那么这个就这个就慢慢慢慢慢慢 石头就会越积越多 越积越多之后你就会痛啊 痛起来很厉害的 对不对啊 实际上你要说玄学上怎么讲 实际上这个病痛在玄学上来讲 也就是你积累成的 积累啊 如果你吃的东西都没有太多的那种荤食啊 你可能生结石 那这就不会这么快产生 听到懂吗 水垢呀 就像水垢一样的呀 你喝水都会有水垢的呀 水垢也会成为结石的呀 对的对的 有的人说是不吃饱饭的原因 有的人说是水喝的不够 那根据师傅的说法 还是水喝的不够 没有把它除其干净是吧 对啊 剩结石的话你比方说 你水垢会 为什么会导致结石的话 要看你的水的质量了 所以为什么有的水真的很好 对不对啊 如果你的水垢主要成分 它是有一些碳酸 颜泪啊 如果碳酸铭 或者碳酸钙 它这种水在被人体吸收之后啊 它的胃酸呢 就把这把你这些溶解了 碳酸铭啊 碳酸钙啊就把它溶解了 它不能分解的部分呢 就随着啊 这个排尿把它排出来 但是呢 它有些分解了之后 它就斩存在你的肾脏上面 斩存在你的肾脏上面 你就不能及时的排出来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 有一些茶叶它是可以帮助你 啊 清理你的圣结石的 明白了吗 实际上人的饮食和你的圣结石 非常有有讲究的 多的多多吃了太多的胆固醇啊 啊 啊 甘油山脂啊 那些食物啦 蛋黄啦 你肯定会得圣结石的 明白了吗 哦 明白 那就是吃素可能就会 好很多 好很多 但是你钙汁 钙汁的流量也要控制好 钙多了 它也会成为一种 像人家说圣结石的 所以钙 补钙的话不能补过头的 有道理的 嗯 明白吗 明白 那师父就是说 呃 念钙的话 还是就像我们 呃 就是大悲咒啊 这样的话能不能化解一些 化解的话 实际上菩萨就会提醒你 让你不要吃太多的这个啊 吃太多的那个啊 菩萨不会帮你什么化解 如果你要是真的菩萨帮你治病的话 那就是在梦中啊 要看见菩萨帮你点化了 哦 明白吗 比方说菩萨突然之间碰到个朋友 让你碰到个朋友 这个人就是圣结石 他懂到很多的医学了 他来告诉你这个的这个的毛病 应该怎么防止 实际上就是菩萨已经派人来帮助你了 对的对的 是的 嗯 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 嗯 好了 是不是好像是男性的圣结石比女性多一些是吧 对 排尿多呀 男性排尿多呀 这还不懂啊 哦 排尿多嘛 每一次排尿它就有一些 啊 肮脏的垢啊 啊 它在 展存在你的小便的那个那个 在在输尿管里边 你这个输尿管越长 男性的输尿管比女性的输尿管要长你不知道啊 啊 我还真不懂 啊 所以就慢慢的形成结石的呀 结石它有很多种结石的啊 啊 膀胱结石啊 对不对啊 啊 尿酸盐结石啊 啊 啊 还有这个草酸钙结石啊 很多啊 啊 很麻烦的 因为有时候你在从小肾脏不好 长期卧床了 它也会结石啊 一个人所以睡得多容易结石啊 你看 尿结石 尿结石 都是睡在床上痛的来抽药死的 对的对的 啊 还有小便的时候不通 不通畅 它也会结石啊 听得懂吗 对 还有你血压太高 血糖太高 它也会结石啊 还有甲状腺 时间长了 它也会结石啊 嗯 听得懂了吗 啊 听得懂 啊 学的啊 什么东西都要学的啊 啊 能多学一点总是好啊 它会血尿啦 脚痛啦 都会有 实际上有这么多的这个知识要学 我们也不可能学得像你那样 像百科全书一样 一问就打出来 我们在学可能 可能把世界上 对不对啊 菩萨是大一王 师父们 小一王 师父们 师父们 师父们就是师父了 哈哈哈哈 师父也是大一王 师父就是菩萨 我们都知道了 你说了 我没说 哈哈哈 真的 我们都知道 你们自己好好的修吧 小孩子们 第一 多喝茶水 第二 早上 多喝水 是最好的了 听得懂吗 啊 然后到了下午就拼命的排便 啊 晚上 啊 水 要喝的中性不能喝的太多 啊 凡是那些有油腻的东西 它都会产生肾结石的 明白了吗 因为肾脏 它是一种排泄 排毒 明白了吗 啊 所以肾脏 排毒的话 是不是要用水冲啊 嗯 啊 肝是排 血的毒的 是药 进入肝脏 所以肝脏 血要干净 那么就是要 吃的干净 不要受 胆固醇啊 肝油三脂啊 啊 转氨基酶啊 像这种 这种东西的话 它都会对你肾脏 产生和那个肝脏 它会肝脏 它是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都会产生影响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肝脏啊 也要喝水 肾脏也要喝水 这个水的质量要好 水的质量要好 啊 有的时候水的质量不好 你喝下去 你嘴巴会有感觉的呀 对不对啊 那那那那 有些水质因为 人离不开水的呀 好了 好明白 感恩师傅 嗯 师父有一位佛友 他也有 有问题想问师父 他参加过 几次师父的法会 也很相信师父的德能 但是他有时候 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我 我觉得我们的智慧 也没办法回答 就请问一下师父吧 有一次他问 他说像师父这样的 有特殊德能的大德 师父可以帮助社会 做一些事情 解除很多人的痛苦 比如说有三年前 有一架飞机失踪了 到现在也找不到 一万九的家属很痛苦 政府也花了去资 去找也找不到 师父可 可否告诉政府 就是告诉这个飞机的下落 让这些家属解脱痛苦呢 如果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呢 你说一千万人解脱痛苦重要 还是几十个人 上百个人解脱痛苦重要了 师父现在让一千个人都在解 一千万人都在解脱痛苦了 这还不叫在做功德吗 还不叫在做社会公益吗 难道要只专制某一件事情 才叫功德吗 如果他是在火葬场的 他就可以说 师父为什么不让那些死亡的人 家属少一点痛苦啊 那我现在让还没有死亡的人 已经减去痛苦了 让他们不要死亡 让他们能够想通想明白 不要生各种怪病 对不对啊 那难道不叫做社会公益工作吗 那每个神经病的人都能想通 他如果到了神经病医院 他就会讲 哎呀师父为什么不来做点公益 让神经病都能解脱 实际上这些工作我早就在做了 是的 不是指某一单项 一个方面的问题 而是指全部的 要救人要救心啊 对不对啊 对的 好了 我也跟他解释 我说他也知道 他就是说 像这种事情能不能做 我觉得可能 怎么做啊 一定能做 这个事情跟你说 没什么多讲的 反正一切随缘 对不对啊 有的时候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东西 人家还不相信 那你就叫逆缘 对不对啊 相信的像你相信的 那你来问我了 对不对啊 就这样了 好好的学佛 这些单向的问题 并不是说啊 一定是学佛人应该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学佛人解决的是一种心啊 对不对啊 心理心理的变化 心理的常态 变态 都是靠着你的心 在转换你的思维 转换你的不同的啊 这个智慧德能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好的 我把师父的录音放给他听 让他自己听吧 嗯 师父 你有时候为佛友看图堂 看到他们在度人的时候 不小心造了口液 嗯 请师父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说 度人的时候说什么话容易造口液 先让我们引语为戒 很简单啦 你不好好学了 你会下地狱了 造口液了呀 嗯 你要是不学呢 你会下地狱呢 可以这样讲不啦 啊 你失去人生了 你以后都会不顺利的 你 你不是让人家倒霉啊 出人家眉头啊 你把人家散灰命都弄掉了 怎么可以啊 这段话能乱讲不啦 我不可以 你跟你老婆是恶缘 你要好好念经 好好地化解 那你怎么知道啊 人家不卖账了 你又不是师父 人家不相信你的 嗯 对不对啊 男女这事不能做 不能做 我娶老婆干嘛 你 人家是人 你一定要跟他说菩萨的事情 那你不就是造口液了 你让人家想不通 让人家最后在背后骂你 你不是给菩萨找麻烦呢 嗯 那我们就是上官因缘 根据不同的人 嗯 嗯 然后就根据他的情况来 示娃示娃示娃 对了对了对了 嗯 嗯 好吧 明白 嗯 师傅还可以再问两个问题吗 快点快点了 台长今天还有事情了 好的好的 好的 就是师傅您 您那个 嗯 嗯 就是说想想师傅开许一下 就您说呃 我们究竟要勇猛精进 勇猛和精进有什么样的区别 什么样的自己是勇猛的 勇猛是什么 勇猛只是望前 勇猛是什么 是一边学一边往前 勇猛并不代表你理解的某件事物 但是至少至少你是在往前进 那个精进呢 是非常仔细的 学了之后 你才往前跑 你说同样大家修心 有的人非常的勇猛 但是有的人很精进 精进就是通过理解开悟 才在努力 叫精进 那当然精进比勇猛好啊 你看看过去打仗 一个兵前面都写了一个什么字啊 服装上一个什么字啊 嗯 没看过什么 没看兵的 勇勇勇字 嗯 不太看去点去 听得懂啊 好了 勇就叫他们冲啊 没脑子的 过去的兵 上前面衣服前面都是一个勇字啊 冲啊 就这样啊 哦 对不对啊 好了 就是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 就说呃 师父您说这个大家都想就是努力的去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以后 我们呃 需要在那里学些什么呢 我们师父现在可以呃 就是准备一下 你现在不是都是在学吗 你天天白话佛法学的东西 就是让你理解天上的东西啊 一步一步的呀 嗯 把菩萨的东西这么简化的告诉你们 不就是为了让你们以后到天上去学吗 嗯 听不懂啊 嗯 否则你怎么一步登天啊 你怎么学得到这么多啊 好了好了 我没时间了 不行了 好的好的 好的 好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好了 师父再见 啊 再见再见 啊 师父再见 好 听众妹们因为时间关系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 非常感谢